集结开通带动沿线发展 A8站离长庚医院不到五分钟 一旁就是Shopping Mall 生活技能完整 透过公车捷运往来A9 A7站也很方便 形成新领口生活圈 以前是空地 现在一盖盖那么多大楼 去年搬回来 现在增设的一些小学 好像有陆陆续续在增加 我们的学区就是双鱼小学 学区因素再加上公园密度高 吸引不少外来换屋族 根据民政局统计 近三年领口房价跌幅5.6% 均价接近每平27万 嵌入人口是新北市成长最快的 三年增加11.8% 全区总人口达到11.5万人 传统领三弹力甩鬼城污名 再加上细致五谷 这些房屋均价二字头区域 成为人口正成长热区 那在这几年 由于它因为持续维持一个低价 尤其平均房价都维持在二字头左右 那所以吸引不少收购 以及换屋族的进驻 那它的生活机能也渐渐越来越丰沛 所以人口有一个兵级 要明显的一个成长 与台北市距离一桥之隔的永和 人口减少1.6%最多 其他像是三重土城还有中和 都是生活机能成熟 人口密度与房价都高的地方 也成为新北行政区中 人口负成长区域 三地新闻张怀轩李仁文台北报道 大家好 谢谢观看